赶快来关心天气的状况 今天全台各地还是冷搜搜的 因为这个强烈大陆冷气团还没有离开 而且还出现了低温才看得到的云街 这东北风吹下来到大台北地区 东半部到恒春半岛 都是云量比较多 偶尔会飘雨 那么今天平地最低温出现在南投的中寮 只有6.8度 另外马祖都只有嘉义跟云林 都是8度以下的低温 一共有四个县市 今天创下了今年入冬最低温的记录 所以气象局也持续针对了这14个县市 发布了黄色灯号 包括了北北基桃竹苗 还有中部的中张头 南部的嘉义跟离岛的金门 至于冷到什么时候呢 预计从周六开始 这个气温逐渐的回升 那么这周末水气是比较少的 大部分都是多云道晴 天气比较稳定 但是不要忘记 下周一开始又有东北季风暴到 又要变天了 来看到各地详细的温度预测 首先来看到基隆市多云 那么今天台北新北高温17度 在陶竹苗地区呢 今天都是多云时勤高温18度 中部地区台中彰化南投 今天的高温有21度 云林嘉义台南 今天是16到21度 往南走高温更高了 屏东有24度 东部地区今天要注意 有降雨的几率 大约是20% 外岛地区来看到 马祖的低温只有9度 金门的高温有16度 有30% 反观 一